距離上次出旗艦卡王影片 又不知道過了多久了 雖然上個月有很多廠商推出他們的新產品 不過手要這種東西 除非要有人贊助 不然依我的財力是很難去做支撐的 所以它的價格非常的理想 那就另當別論 好 回到影片重點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是要帶各位開箱 本頻道第一張公版顯示卡 那就是我手上的這張 GTS 780 Ti 這張公版卡我也是在網上看到的 那如果你現在去查這張卡的價格 大約還要在三四千塊左右 但這位賣家卻以2500塊錢做出售 那我就看到這張卡 我就問他一些問題 那他自己給我的回覆是 這張卡是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他回覆完之後 我就要考慮要不要花2500塊錢 買這張信仰卡 猶豫片割之後我就決定下單了 那經過幾天這張卡就到貨了 並且外觀做的檢查 也沒出現什麼問題 至於這張卡的簡介 也請各位慢慢的往下看 那我這次入手的是 NVIDIA的 GTS 780 Ti 採用經典渦輪散的設計 然後功耗方面 這邊則為250W 所以他是需要8加6頻的供電 那這個功耗跟上一代只有195W的GTS 680來比 又提升了一大階 甚至已經超越上上代的GTS 580 然後他的獨立供電左邊則有GFORCE GTS的LOGO 重點是他這個LOGO在點亮之後 還會發出綠色的信仰燈 對比現在的顯示卡都是五顏六色來說 感覺有一種說他自己就是唯一清流 再來試運輸出部分有兩個DVI 一個HDMI和一個Display Pro 然後PCIe X16的版本為3.0 以及TO橋階顯卡的金手指 然後背面的話則是電路板裸露在外的 並沒有附贈強化背板 感覺會有點美中不足就是了 外觀介紹的差不多 接下來我就把這張卡拆開來看看裡面的核心和現存 拆開散熱模塊之後 映入眼年就是他的核心 而這個核心的內核架構跟上一代一樣是使用CAD BLOOD架構 代號為GK110 製程為28奈米 有2880個流處理器 換到這個核心他也是使用完整核心 我這麼說是因為完整的GK110 本身搭載五組的GPC單元 而每組GPC單元又包含三組SMS 也就是說完整的GK110核心 則會有15組的SMS 然後你這時可能會問我 那低一點的GTS泰坦和GTS780 都是使用相同的核心 那他們究竟到底有什麼樣的區別? 那GTS泰坦和GTS780這兩張卡 都分別砍掉一組SMS和三組SMS 加上頻率什麼的也會做一些煙割 所以也就造就出這三張卡的差別 到這裡我也只能說老黃的刀把真的是牛逼 再來供電模組這裡用了6加2加2像供電 然後散熱部分只能用熱導板做導熱 這個導熱會比起同款之處會好一些 再來顯存著有海力士的顆粒 總量量為3GB 那整體介紹大概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我就對它做簡單的保養就差不多了 裝回去之後 接下來就對這張卡做效能上的測試 那這次的測試平台我會用我的主意機來做測試 那麼接下來我就把這張卡黃給安裝上去吧 啊 開啟的開機部分是可以正常顯示的 代表這張卡是沒有問題的 接下來我就把這張卡的驅動程式給安裝上去就可以的 安裝完驅動之後接下來測試我除了測試這張卡的性能之外 我也會拿前三代的旗艦卡來進行對比 並且均為同一個測試平台和開放式環境 那我就來帶各位看3DMark Flystrike的顯卡跑分 那GTS780Ti跟上一代的GTS680來比則提升了46% 那GK104和GK110這兩個核心均使用相同的架構 對於被堆了很多內部核心的GK110來說 有著顯著的提升 再來是Time Spy的測試結果 那這幾張卡測試下來 雖然GTS780Ti跟上一代的旗艦卡黃來比 有著不少的提升 不過我個人覺得進步最大的是 GTS580和GTS680這兩張卡黃 直接提升3倍左右 那會有這樣極大的差距是因為這兩代除了更換新架構之外 包含自然上也做了翻新 所以也就叫做出巨大的升級 然後則是Furmark的烤機測試 那GTS780Ti這張卡在烤機10分鐘之後 溫度直接來到82度 跟上一代的GTS680來比有些許的上升 不過這裡讓我感到意外的是 溫度居然沒有超過GTS580 畢竟功耗跟GTS580來比只差個6瓦 這樣的溫度表現還蠻讓我意外的 只是確定是在考驗過程中 這個渦輪散會轉得非常的大聲 不說我還以為是顯示卡要起飛呢 那看完討論數據之後 接下來是遊戲測試的部分 首先是Minecraft 在1080P高畫之下 這幾張卡的表現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因為這個遊戲主要比較注重CPU的單核性能 反正顯示卡的性能就沒有特別的注重 所以這幾張卡的幀數就沒有明顯的差距 再來是戰爭雷霆 在1080P高畫之下 這幾張卡的差距就明顯體現出來了 GTS780TI以138幀拔的頭籌 不過實際玩一段時間 雖然它的3G選程也是很夠用的 不過它的GPU核心基本上都是處於蠻仔狀態 那這個狀況也體現在CSGO身上 顯存夠用但GPU核心也是處於蠻仔的狀態 並且溫度上也都是接近100%的轉速 不說我還以為是我的顯示卡要準備起飛呢 那到這裡來做一個總結 這張卡測試下來 如果你問我 那它的性能大約落在哪個區間 如果以N卡來講的話 大約落在GTS1066 或是A卡的RS480 那整體的遊戲測試下來 都算是一個可以玩的水平 只是就看你能不能忍受它的噪音就是了 那影片最後這張卡沒意外會變成我的收藏品 雖然這張卡性能可以持平上述那兩張卡 但是這250瓦的功耗已經比我現在在用的RTS2070還要高出一大階 如果要長期使用的話 除了它的性能沒有達到RTS2070之外 我可能還會跟我的電配過於不去 所以你的命運應該也只有收藏的份了 那總之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那就大家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